除了江蘇大廠以外 听说还有其他的食品 已经蔓延到工业用的醋水 因为我们台湾人 其实还蛮喜欢吃醋的 都拿醋来养生 然后有个说法是说 你多喝醋 可以让身体的筋骨比较柔软 可是现在有些人就是把工业醋 用在这种食品的烹调上 因为传统的烹调很多 我们去吃一些食品 有些骨头什么要吃到 可以容易入口即化 像那样子你要吃到那种食物 要很长时间的烹调 骨头入口即化 有 有 超鸡鱼 还有 还有那个是草米粥 就是很多鱼虾 可能要蹲个半天 现在就最爱了 可是它现在不用 它现在要加工业醋下去 煮20分钟 它就有入口即化的口感 可是它会变得很酸呢 如果说如果 你像排骨 我们很少吃 没有 它比较一点点亮 可是它的同样烹调的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它不用经过很长时间的 不用熬个六七个小时 可能30分钟就熬完 你这样入口即化的同时 你也吃了一些工业醋进口 对啊 太可怕了 其实下去都会把你的 内脏也化掉了 对 真的 真的就有这样子的人 他真的 其实像你看看 他这个是透明的颜色 对 那之前就有一个男生 因为他在一家工厂里面工作 然后这种 这种它是透明颜色 它们是被装在那个类似饮料瓶里面 它看起来就是透明完全无色 有味道 对 要打开才闻得到 对 可是那个男生 他只是觉得说它是透明的嘛 然后工作得很忙的时候 他就把它打开直接一口就灌下去 他以为是开水 他以为是饮料 直接灌进去之后 多惨 他整个胃都腐蚀烂掉 烧掉了 强酸 对 是整个胃是烂掉 然后食道啊 天荒百孔 后来送去医院 那个胃根本没办法保留 就整个切下来 全胃切除 全胃切除 对 因为胃是整个烂掉了 被强酸腐蚀到整个都没有办法修补了 但是如果像我们这样子 冬吃一点西吃一点 是不是也算一种慢性的腐蚀 然后卖性的胃溃疡就出来了 对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 因为像我家是畜吃很多的人 那 然后但是因为 但是我自己本身 我先认为就另外 我自己本身喜欢吃 就是那种水果醋那样子 那这个部分应该比较没有受到污染吧 水果醋是食用级的 那还好 那还好 那这是工业用的 就刚刚教授讲的 百分之七跟八的 对 七跟八 这个是百分之百 可是我们也不会知道 它到底有没有加这个啊 所以现在大家 比较担心的就是黑心商人 所制造出来的黑心食品 我们以前常常讲说偷工减料 现在不会减料 因为料在所有的餐厅里面 它占它的成本百分之三十 你再怎么减都减不到 有时候你排骨就排骨嘛 你六块变成五块而已嘛 那它会偷工 加料 本来以前老师傅可能要三个小时去喂 它用二十五分钟就解决了 所以以后都要找百年老店 因为偷工的过程里面 它要加很多不该加的东西 就工业用的这种醋酸 请问一下教授 工业用的醋酸 除了刚刚崔芬讲的会影响到胃以外 还有没有对身体其他的影响 一进去的时候从我们的喉咙到食道 一直到胃 一直到肠胃道整个系统都会受它的影响 整周都壞掉 对 都很容易就坏掉 那坏掉的时候 如果说你吃的量少的时候 你当然要靠自己的身体 慢慢的护原的这个情况 那如果有很多人工作很忙 然后又是跑东跑西的 有压力 有压力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护原了 那这个时候所造成的这个问题 可能就后续十年二十年之后的这个问题 会怎么样 那工业用处它会累积吗 工业用处它不会累积 但是从工业用处融解出来有毒物质 比如说它制造过程当中 如果是经过一个金属的管线 或不锈钢管线 那融出来不锈钢里面 比如像是镊 像是壳 甚至像是里面的木 像是里面的蒙等等之类的 这个东西就会带在那里面 那些东西进到身体里面就是累积的 就会累积 而且是排不掉 对 就排不掉了 所以连啤酒也排不掉对不对 对 教授这些啤酒不错 还有好的酵素 啤酒是可以喝 但是要等它排掉 酵素都好 我们早一起来煮啤酒好不好 如果说它在短期里面 在肾脏里面停的时候 有一些啤酒进去 是会把它带出来 没错 YES YES I'M RIGHT 太激动 太激动 整个就要等教授这一句话 整个就要等这句话 但是很重要的是 我们肾脏的过滤不是一次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肾 左右两边大概都有一百个肾源 这个肾源有时候会受到受伤 所以有时候一般人像这种年纪的人 他的肾源可能已经受伤了 比如说百分之十 所以肾上过滤一次的时候 他会有漏洞 漏洞的时候 身体不断地在循环 在循环的过程当中 大家想办法过滤 但是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 就像丁玲讲的 他花的时间比较长 比较长的时候 他就有比较高的机会 就在你身体其他部分 影响甚至累积 作用了 对 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肾脏 除非说他是刚开始很年轻的时候 到这种年纪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肾脏 他的肾源是百分之一百完整的 好可怕 那教授赶快来帮我们检测一下 对 我们等一下会准备两盘的 僵尸大肠 请教授来帮我们做一个检测 好 教授 现场有两盘的僵尸大肠 你要帮我们做一个工业醋酸的检测 要怎么检测 通常来讲工业醋酸 先聞味道吧 对啊 工业醋酸 对 会比较有呛鼻的感觉 所以先聞还可以聞得出来 可以聞得出来 基本人最喜欢吃的闻看看 对 基本人是专家 僵尸醋大肠的专家请问 我跟你讲 闻完之后你闻 你告诉我可不可以闻得出来 可以吗 丁领最喜欢吃醋的 你也常常在做菜 我觉得这个比较醋 真的吗 对 我觉得比较醋 其实两个都很醋 所以教授你要怎么帮我们检测 我们要怎么看得出来 另外一种 我觉得这一盘 你看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一个量多 一个量少 对 你的右手是这个 好 我的右手 量多一个量少 所以你们都偷这个 丁领说这个就好了 对 我觉得是那一个 后来觉得这个 对 我们说这个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 我们两票 比较简单就是我们 我们拿一点点这个酱汁起来 是 这是炒剩下 就是班杰用来配饭的 对 那个好好吃 对 然后我们把它嚼一下 是 这么一点点汁就可以测出来了 一点点就可以了 教授用了大概半汤匙不到 对 这个是测什么 测三里面有多少奇奇怪怪的东西在里面 那它的数字代表什么 酸碱值吧 29种 28种 28种 这28 里面里面的这个 像是比如说是不是有溶出重金属啊 什么的那种 它的量越高的时候这个值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一般标准是多少 大概 通常来讲会到零 一般我们的家里的这个水 通常来讲大概是由1到2而已 哇 要扣到那个水 好 那另外那一票 另外这个呢我们也是拿一点点起来 我投他一票的 一点点而已 对这个是冠仪犬它是有问题 对啊我觉得它比较酸 对 我都闻不出来完蛋了 你中毒太深 看一下 来看一下 看一下 哇 有这么多 好可怕 你爆表了 好可怕 丁 你怎么会这样 我还是 因为你吃素吃太多 你已经被捕食了 吃素达人 对啊 而且班杰刚还是选这一盘 对 我跟你讲我下车只有这一盘比较多 对 马上太多了 这个大概二十几而已 对 那个一百多盘 一百多盘 对 那这代表什么 它里面就是用了工业处 它里面的这个杂质多了很多 所以我们就怀疑它有加工业用的 杂质很多了 我们再把它测一测它的酸度好 所以这个我们在家里就可以自己 买式纸来测 对这个这个式纸一大一大点 如果很酸会变成什么颜色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看一下 好 有点黄绿色 它会慢慢地变 感觉还好没有非常地 对 很酸的话就会变成 这个会很酸 这个就是非常地酸 是 对 好可怕 这个接近中性 这个已经是很酸了 对 我们只要用一点点汤匙的这个汁 然后放进去了之后 马上就可以知道说 它差别是非常多 好可怕 这就是我觉得好沮丧 因为两盘闻起来真的没有差了 真的差不多 没有什么刺底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辨别说 哪一盘是有加的 所以我们人最重要就是 不要随便相信自己的眼睛 对 那我们先谢谢教授 谢谢教授 谢谢教授 太可怕了 所以这个食安问题 不止之前 可能大家在讨论这个天然不天然 黑心不黑心的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 不只是用色素跟食用的 这些原料之外 还加了工业级的 我觉得那真的是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对 没有错 而且是皇不胜皇 没错 所以我们既然靠不了别人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就只好靠自己了 没错 所以我们会一起来听听 憲哥 有话跟你说 好 我们常常讲说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上 黑心商品到处换烂 尤其是外食组 要特别的精飘细选 不要为了追求美味 追求外表的美观 而牺牲了身体的健康 祝福大家囉 最后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